按照爱国的名义,让大家拿出血汗钱去支持国产,国产不仅不会感恩,还会一家独大变着法子来坑你。 说点大家不爱听的,其实任何抵制都是没有用的。 08年奥运会加勒夫辱华,大家纷纷喊着抵制的口号,但人家全场巴折后又立马人山人海。 前几年爱马仕宣布禁用中国棉花,但人家只要宣布取消废货,敞开所有包包供货。 一天之内,各大城市商场都被击弹,就连AJ无数黄牛都在抵制后打折扫货,再迈出他们又大赚一步。 其实这也不能全怪这些人,毕竟人在实实在在的利益面前,任何爱国都会成为空谈。 那问题到底出在哪?根本就是国外的东西,它可能确实好用。 中国人不是没技术,服装鞋帽之类很多产品都是由中国代加工的,大家都不缺技术。 而是因为环境决定了某些企业即便再有技术,也不把钱投入到这个技术上,投入的是怎么更好地坑自己人。 很多品牌如果没有海外的竞争,坑国人只会坑得更厉害。 如果当初没有特斯拉进来,国产汽车升级可能还真没现在这么快,没有产品质量。 光盲目靠着情怀支持国产的后果。 大家看看游戏就知道了,国内游戏代理的几家大厂,中国人给他们贡献了多少钱? 他们会开发技术吗?不会,他们只会重点研究怎么抽奖,怎么升级VIP,怎么来让更多的人沉迷于这个游戏,根本不会去提升游戏质量。 如果没有了竞争,盲目靠爱国的名义去绑架其他人,国产不仅不会感恩,还会一家独大造成恶果。 所以我们要做的不是抵制,而是让自己的产品真正能好起来。 就算不好,至少也要有品质的保证,不能为了赚钱坑自己人。